香港的反送中人士29号晚上 他们同时在多地举办了遍地开花的放映会 欣赏的就是纪录片了 叫做领冬烈火 乌克兰自由之战 不过纪录片是反攻反政府运动的电影多不胜数 为什么会挑上这一部呢 原来是因为乌克兰在2013年的时候 有一场革命叫做广场革命 跟这次香港的抗争活动 从事发原因一直到冲突过程 几乎都是如出一彻 声情民众紧盯一幕 香港民众29号发起遍地开花放映会 全港30多个地方同步登场 究竟是哪部电影引起港人共鸣 原来领冬烈火 乌克兰自由之战 这部纪录片还原2013年 时任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 为了向俄罗斯输成 私下否决签署欧盟自由贸易协议 让民众份额上街 一开始乌克兰民众和平示威 就像香港民众刚开始的反送中游行 气愤和平 不过紧张情势突然升高 巧合的是香港的抗争背景 和乌克兰如株一彻 就连冲突过程也像是异地重演 最初相信和平示威能有改变 换来却是武力镇压 催泪淡如雨下 警方无令清场相同画面在香港上演 警方和示威者打成一团 勇敢四处乱窜 如同战场画面 每个星期都在街头重现 每次示威都演变成更血腥的冲突 乌克兰当局最后连示威都禁止 连戴头盔面具都算违法 对照最近传出 港府可能引用紧急法 来对付反送中活动 让港人心有戚戚焉 现在就连Winter on Fire纪录片导演 也发出公开信 鼓励香港坚强团结 当年乌克兰只有13天的抗争 牺牲125条人民 逼得当时乌克兰总统下台 流亡俄罗斯 镇压示威者的别尔库特特种部队 也永久解散 然而香港反送中活动 已持续90天 能否重演乌克兰奇迹 波乱反正 已经点燃港人心中的希望之光 三地新闻 烂雁红报导